游牧民族小木器创作巡回展 即日起在国立台湾工艺研究发展中心展出 22位艺术家们的巧手 以日常生活当题材背景 设计出可爱造型的玩偶 民国50年代的生活怀旧风 作品精致 造型与功能兼具 透过拍手 奇异的木盒子就会显示出时间 日期 温度 作者匠心独具将声控融入生活用品 拍手的话就跑出那个试字出来 真的是不简单的事 那个凋溪这样的木工又做得很细腻 它是比较趣味的 就是说比较疗愈的 就是说你在生活中看到这些玩偶 玩偶的话就是你可以一看 就是会让你会心一笑 古早味的中药铺微妙微笑 过年拜拜 贡桌上丰盛的祭品 还有白萝卜及长椅子上绑着的米浆 雕刻出五六十年代 剪柴生火 吹年糕的农村情景 转动把柄 可爱的天使玩偶就动起来了 还有各式造型的娃娃 各个活灵活现 都是用零星的木块当材料 透过工艺家的巧思 为生活增添许多趣味 这些细致可爱的作品 正在国立台湾工艺研究发展中心展出 要让观赏者体会木头的全新生命 新党的台电视 陈汉昌孔 祥微 台湾南投报道